5月30号那一晚 郭台铭和柯文哲在金门并肩看海后 两人虽然至今没有要搭档选政副总统 但私下互动见面没有少 传出蓝白政党协商前一天下午5点 郭柯两人在密会 其实郭董跟柯主席两个人本来就很熟嘛 所以他们手机随时可以互通互传讯息 那要约见面可以随时都可以见面 对我来讲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只要是大家能够坐下来谈 尽量可以坐下来谈 我对郭台铭董事长的态度 就是说我们也是邀请他来共同参与 郭柯智英似乎有志一同 对于密会说不承认却也没否认 郭柯传赖私下见面 看来已是见怪不怪 不像蓝白要相会 还要先约这个决斗的擂台 还要定这个决斗的规则 好像一见面坐下来就要定生死一样 我想朋友之间的谈判 本来就不是用这种 把对方视为敌人的方式 而是真心的去倾听对方的想法 不像侯友宜担心柯文哲 一下找郭府一下找周府 也不怕蓝白鞋上让自己被边缘化 郭台铭阵营对于郭柯感情有信心 如果我们取得执政权 我们是完全认同柯主席 这个联合政府的概念 我们势必会任用很多蓝营的人才库 反过来国民党的本位主义 却想要叫柯文哲去吸收当他们的副手 或者叫郭台铭退选 但是郭台铭要出钱来赞助国民党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不太厚道 虽然柯文哲与朱立伦三勺大动作震党协商 但郭董似乎老神在在 眼看11月2号联署马上就要截止 近一星期之内 除了29号出了词汇 攻向妈祖祈福后 几乎都没有公开行程 郭董在忙着盘点各地联署书的物流 回送跟报房 郭伴重申没退选这个选项 但就在联署截止前 郭台铭与柯文哲在会面 双方怎么合作 备受外界关注 近新闻综合报道